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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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现状并不满意 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一 这十几年也算是个政体的守护者 责任者 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 每当我看到邓芳残飞的身体 我就在想 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应该是民主与法治 而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治 为改变现状 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 这个问题并未解决 十几年后 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 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 这就是向美国的宪法学习 美国称为超一流强国 靠的就是这个东西 中国要称为一流国家 也得靠这个东西 向美国学习 应该理直气壮 你比别人差嘛 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 当然 这里边有很多技巧 不要急 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 去学习 去实践 这是历史的责任 经过既代人的努力 把中国真正建成权力来源于人民 法治公平的宪政国家 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 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解决之后 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 就是台湾 台湾的问题 关键所在 是在现在正体上 差距太大 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看不到了 你们那一代也未必能解决 但我有三点 你们要把握好 一 是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动物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二 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 你们一直穷下去 就永无希望 三 是在正体上 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 一种可能的方式 是联邦制宪政之路 中国经济强大 政治上又有了民主和法治的共和体 台湾问题才有可能淫着而解 第三 发展问题 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 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而这个问题有核心 是发动老百姓去干 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 要千方百计 让全国的老百姓的脑袋 来代替总书记 总理的脑袋 我们再聪明 也聪明不过人民 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 要尽可能少管 经济上 老百姓和市场 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 我想 只要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放手 让老百姓去干 也就是坚持不断的发展 经济民主 每年增长超过7% 是有希望的 坚持下去 持之以恒 等你们交班的时候 中国或许成为小康国家了 第四 中美关系 中国对外关系中 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 回顾一百年来 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 就是美国了 退回 扔子赔款 让中国到美国留学部说 八年抗战 美国的援助 比苏联的援助多得多 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 是金日成和斯坦林 加给我们的 美国是第一强国 中国的发展和统一 都绕不开美国 世界和平与发展 也离不开美国 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 我们只能韬光养晦 绝不冒头 没办法 我能力不够 手段又有限吗 到了你们这一代 办法可能会多一些 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 美国人会不开心吗 为了民富国强 我们党让人民当家做主 和富强的理想不变 但名字是否可以考虑 改为人民党 社会党之类的 我想名字一改 中美关系 马上会改善 总之 到了你们那一代 手段会多些 办法也会多些 你们要开明些 灵活些 要有所作为 不要像我们这一代 这么僵化和死板 只要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 实事求是的去做 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 六四问题 六四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 必然现象 社会成本很高 这个问题 今后会有人来翻旧账 说你动了军队 也死人了 责任是躲不开的 但也还有历史责任 则在于 国家是前进了 还是后退了 国家是混乱破败了 还是稳定发展 真正对历史责任的人 不怕这种责任 尤其是做领袖 更得要有担当 到了你们那一代 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 或许六四 或许是七四 但你们一定要有历史责任感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 该怎么干 就下决心怎么干 回答六四这类问题 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 而是实实在在地 把国家搞好 让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有人告诉我 党内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我看得以什么标准衡量 论文采飞扬 我不如毛泽东 论意志坚定 你们可能比不了我 但论科学理性 论勤奋努力 论民主开明 可能是你们的长处 总之 不要怕事 不要怕货 要敢闯 敢干 敢负责任 当然也不要一招全在手 就惹是生非 要不惹是 不生是 干是是 敢负责 有了这种态度 历史也会对六四 有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 制度建设 除了政体 要在签法制度上 下大力气外 还有党内 政府内的政治制度 搞一些 持之以恒的建设 像今天 我们只在小圈子里 选江泽民 小圈子里 选你们 这是历史条件 没有办法 但这种做法 绝不能长期不变 最终的领导人 还是要靠人民来选 不能靠小圈子 和枪杆子 最好 是先从基层的民主抓起 今后 我们再也不是 枪杆子里出政权 古语说 是得民心者 得天下 我们得靠 实事求是的本力 靠真理和民心民意 来维持的完善政权 你们要有这个观念 今后 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 来养政权 你们要老百姓养你 你们就得代表民意 和服务民意 此事 从上到下搞 风险太大 但必须实验 不搞的风险更大 合理的办法 是从下而上 慢慢演进 先把基层工作做通 农村包围城市 这样的风险娇小 就像八十年代 农村改革那样 先从大包杆抓起 然后是乡镇企业 再然后是城市改革 和国有企业改革 制度改革 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 不要急 但也绝不能不去开头进去 最后 关于你们和我家 一些个人问题 普方服务于 残疾人事业 三个丫头 都有自己的事干 我担心的是智房 她一切书生 不善与人交往 不能让她从政和理论研究 她要经商 就由她去罢 但你们要帮我监管她 不能让她搞大 做一个普通人 最好 瑞林到军队工作 努力做好 责民同志的部下 另外 你们两位 能够走到今天 也是你们的本领 苏东问题爆发好 我向政治局说过 要沉着应对 稳住阵脚 冷静观察 韬光养晦 绝不冒头 这话也适用于你们 在责民图制主政时 你们当好助手 今后你们主政时 这二十个字 仍是做大事应该注意的 只是 在二十个字后面 再送你们四个字 有所作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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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